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车吧 李平啊 刚才的事情你有什么感想 我太为名利担心 他要是再跟那个兴致的搞下去 我担心真会出事 你这种担心啊 不是没有根据的 邹长罗这个人你了解 非常粗鲁 而且办事无计后果 他今天还算是客气了 这恐怕 不但是给我和黄市长一个面子 也是给你一个面子 这下子 我还是想叫高维群把他给撤了 虽说现在没有找到什么新证据 但邹长罗他真是要干个什么事 他真难说 那问题不光是邹长罗一个人 你以为高维群是失所的 真要有什么特大事故发生 再加上班报 有人跟他同事 他能够接 现在好了 证明没有什么特大事故发生 但是有人没完没了的 给他请你 真要把他这个政协副主席的位子 给搅黄了 你想他能够善罢甘休 那您说怎么办 兴致的是一根筋 名利又听他的 我担心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老师 你说这杏邦和前伙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难说 很可能被他们赶走了 你说这消息他们怎么得到的这么快呢 我一直在想这事 咱们去前庄村的时候 没人盯着咱们呀 咱们去姓方家的时候 如果有人看见 那也不至于跟到前庄 可是咱们到前庄以后是分开的 如果有人看见 也不至于被他们都掌握 本来呀 到了前庄村以后 我们想直接去找四伯 后来我想了想 算了 你说他们消息知道这么清楚 咱们再把人撕来连连 好 来了 来 来 来 坐吧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知记者 我 想和你谈谈 有什么 ode 你 做什么 咱们 因为 你 要听了 你 留意 快点 我 我 哦 高总啊 本来我是不想给你打电话 但是现在不打不行了 事情呢是关于 省报派行的两个记者 齿立强同志 是我们报社的一名高级记者 嗯 是挺有个性的 他原则性比较强 也很有能力 但是他下来以后 偶然听说呢 二十号那天 我们北山柳家窑矿 处理起事故 而他前妻呢 恰恰是二十号那天死 于是他就毫无根据的 把两件事件收到一起 到底有没有事故发生 他们给我汇报 认为 北山柳家窑矿 的确隐瞒了事故 北山柳家窑矿确实隐瞒了事故 黄市长出面 我们已经做出一件事处理 证明呢 这次事故中啊 确实有八名矿工遇难 可是池记者 硬是听信传言 说在这次事故中呢 死了几十人 这就太恶劣了 他告到了市政府 市政府相当重视 黄市长和夏副市长 先后两次 深入到柳家窑矿 和附近的村子里面 进行深入调查 现在呢 已经证实 这次事故中啊 死难矿工的数字 是准确的 池记者 拿不出任何新的证据 来证明 他所逆造的事实 今天下午 这件事情的处理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这太不像一个大报记者 所作所为了 更严重的是 他所捏造的东西 甚至涉及到刑事犯罪里 涉及到我们西平总公司的形象 和我个人的名誉 顺便说一句 省里面呢 正在考察我当政协副主席的问题 可池立强呢 见人跑到省里面来考察我的干部当里 去诬告我 行总编 你可以想象 他这样做的结果 人家柳家瑶矿的那个矿长 就在我这 人家要以诽谤罪 起诉池立强和杨明丽 而且呢 还要向报社 提出强力抗议 我现在 是在压着他们 避免呢 是他进一步恶化 我给您打电话的意思呢 主要呢 是要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我们将来还要打交道 可能呢 还要合作 我个人希望 尽量通过协调 来解决这个问题 高总 你的意思 我清楚了 黄市长过去 和高总 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你说被你们这么一闹 你以后让 黄市长和高总 再怎么相处 我倒觉得 黄市长做得非常果断 非常正确 我也相信 我们是不会让黄市长失望 那你还是相信 你们做得对 当然 我见到了五个名单上 没有的 云南区公家属 你还怀疑杨明丽 对你也撒谎 下午的事情 我们也没估计到 让黄市长被动 但是我想 这只是暂时的 黄市长 也不会那么简单的 就相信他 老迟啊 我现在 完全是以私人的身份 跟你谈 俗话说 不打不成交 我现在愿意 把你当作我的朋友 我们朋友之间 推心致腹地说几句 怎么样 好啊 我希望这样 冲着小杨 也应该帮助我们 尤其现在 我们更需要你的帮助 西平市这个地方 虽然小 水也不浅呢 请继续说 这一句话就够了 我劝你啊 站得再高一点 不要斤斤尽绞绞 死了是八个 还是九个 你要学会抢政治 对了姐 我问你一件事 你昨天晚上 给我跟持枪保媒 是谁的主意 是不是高威权的主意 他是不是想让我 领他这份情 好在有些事情上 网开一面 如果没有高威权 给你交这四年的学费 你能上 我 我说你就是把高威权 扳倒了 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就凭姓驰的呀 他扳不倒高威权 我 你比方说 今天下午你在村子里走 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有一种气氛 不正常的气氛 你指什么 害怕的气氛 害怕的气氛 上午我们去 孩子们都跟着 下午不一样 那除了害怕呢 还有什么 你不觉得 他们并不愿意配合你吗 是这样 有点 我看呢 不止一点 这就是你处处碰壁的主要原因 老池啊 你在西平市 是非常孤立的 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已经把话 说得非常直接了当 也非常的诚恳 你不至于 把我说的话 再传出去吧 不会 我多少有点 明白你的意思 所以啊 老池 你不要根据某种常识 你就一定代表正义这一方 不一定 你也许 并没有站在绝大多数人这边 我跟你说这些 不但是为了你 当然也是为了名利 因为他 因为他现在只听你的 所以我只会找你他 如果我能说动他 他早回去了 这我相信 现在 只有你回去 他才会回去 我不会走的 他呢 据我了解 也不愿意回去 你还是应该去做着他的工作 不过有一点 我倒可以向你保证 我不会要求他留下来 他 是不是爱上你 你愿意这么问 不用 可我没有办法 我还有别的解释 那你把他看低了 你是不是忘了 他想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 我也是后来才看出来的 出色的记者 不一定非要报道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都不敢报道 就不算是出色的记者 我还要问你一句 你 喜欢他吗 喜欢 越来越喜欢 不过你放心 我们只是朋友和同事 你大可不必在这个上面费脑筋 你不至于为了让他讨厌我 才想办法出我的洋相 这我就不明白了 我好像很少考虑到你 我做的事跟你有多大关系呢 如果你有类似的想法 我不妨也跟你交一个底 我爱他 但是我不会勉强他 如果他要选择你 或者是其他人 那是他的事情 而你呢 你不必费尽心思把你们这次出差 搞得无限制地延长下去 有一句话不太好听 但是我要是不说出来 怕你不明白 你没有我爱你 当然了 不过你为什么想得这么没意思呢 我替你两个 我也替你两个 你这么大岁数 还带着孩子 老牛想吃嫩草 你说话要有涵养 不要让我把你看低了 如果我要想吃 就能吃得到 这么说你满意了吧 你是说 你也不相信他们 他们让我很被动 昨天下午一次 今天下午又一次 我正无法想象 如果明天他们还来找我 我该怎么办 我是一事之整啊 老笑游 我每天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呀 我认为 你的话 可以代表市政府的意见 那就是说 你认为事故的情况 已经搞清楚了 请恕我直言 我搞烦了 我让你那两个人搞烦了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非要从煤矿当中 挖出金矿来 没有任何新的证据 说明事故像传言的那样 没有 换了你 你会怎么样 跟你兄总编 我不隐瞒 你以为我那么情愿的 去查西平矿的问题 西平矿 就是三分之一的西平 西平矿又是垮了 西平的经济就垮得差不多了 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 他们会骂我黄向天的娘 我这个市长也就该下台了 我查事故 完全是出于党性 是为了贯彻中央精神 为了避免连带责任 否则的话 我会那么使那么大的劲 去挖我自己的墙角 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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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你看看你那两个人是不是该招回去了 那 喂 熊总 熊总的 熊总 情况就那些 我和杨明丽这不正商量 下一步怎么办呢 为什么 叫你们回来 你们就回来嘛 局里边统一部署 职业道德的学习 所有在外的记者 没有特殊情况 一律都得回来 别人都已经回来了 现在贫职称也开始了 你们俩还参平不参平啊 当然参平了 熊总 熊总 西平的情况 这就很特殊啊 这情况您是知道的啊 现在正是要劲的时候嘛 熊总 平之称的事 您就给关照一下 好吗 再容我们三四天 行不行 不行 熊平的情况 已经不特殊了 嗯 对 我和黄市长已经通过电话了 你们已经不是遗留在那儿了 如果继续留下去 那会出大问题的 我承担不起呀 那我 得 怎么办 要不 我们先回去 马上再赶回来 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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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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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属实,没有一句是假话。 就是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有了对付我们的办法。 这更说明情况的复杂。 刚才老池还在跟我说,多亏了黄市长坚持原则。 黄市长,那您不会不追查下去吧? 调查嘛,当然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 不过,你们有个做事件,一定要细致。 你想那天,整个西平市政府,除了值班的,全去。 纪委书记曲家签,老同志,那么大岁数,腿脚又不利索,也去。 爬山越岭的,结果怎么样呢? 你们让我连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哦,黄市长,请您相信,我们绝不会造假。 就是,就是。 现在,黄市长,我们很为那些提供的情况的家属担心。 能不能立刻把他们找回来,为了他们的安全,也为了把事情弄清楚,是不是? 这些人,真的存在吗? 黄市长,请您相信我们。 您说,我们怎么会存心跟势力过不去呢? 对吧? 刚才啊,熊总编还来电话,催我们赶快回去。 因为报社统一组织学习,而且,我们平支撑也要开始。 是。 我们的心里也火急火燎的,您说是该回去,还是留在这儿。 我们留在这儿,就是为了给您添麻烦吗? 。 这样吧,你们还是先回去。 好。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出来。 既然,你们说得这么诚恳,我就再组织一次调查。 看看那几个人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呢? 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一查到底。 太好了。 黄市长,您认为他们不会对那几户家属且还行吧? 这不太可能吧。 就算真的有那几户人家,他们又敢怎么样? 搞刑事犯罪? 这太可笑了。 你不要把矿山想象成黑社会嘛。 细平,还是社会主义的细平。 方市长,我认为,追查事故和发展地方经济,定不可对。 如果不严肃地出了事故,那么地方经济也会受到严重的危害。 通过这些天的接触,你对我应该有所了解。 我黄向天不是鼠目蹭光的人。 既然你们这些当记者的把问题提出来, 我绝不会姑息养结。 否则的话,你想啊,如果一旦指令包不住火,我会那么愚蠢吗? 那好,黄市长,这样呢,我们就多放心了。 我们争取,过几天就赶回来。 回来不回来,问题都不大。 一旦调查有什么进展的话,我会让刘秘书通知你。 好。 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我还是要回来的。 随你。 老高,高总,好消息啊。 两个记者到火车站订票去了。 好啊,希望是肉方打狗。 一去不回啊。 他们还回来干嘛? 他们这一走无非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一下。 黄市长已经被他们搞烦了。 我就不明白。 姓池的这小子,怎么这么打击他? 他们图什么? 这回你不会搬到小学了吧? 那可不一定,这回没准,连车都上不了。 你可别开这玩笑啊,那票可都买好了。 票是必须得买的,有人盯着呢。 在哪儿啊? 你看那两个。 嘿,你现在还是不放心。 我在想,职称重要,还是责任重要。 我觉得你这人挺逗的。 你说你吧,命都可以不要, 确定职称那么在意。 是。 好面子。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你这这消息从哪儿透出去的? 难道从市委透出去的? 哼,不是没算上去。 你看,前庄图有三户。 从咱们离开到回去, 最多也不过四个小时。 他们怎么搞得那么清楚? 我刚刚看的名单里人只有三个。 而且这三个人看见的时间也不一样。 时间差不多吧。 你别忘了,名单上不是三户,是四户。 分两个地方。 从看见名单,到布置,到我们杀过去。 只有两个小时。 勾用吗? 哎,前庄图有三户,北山村有一户。 来不及吧。 我怀疑是贾雷的。 因为只有他跟咱们俩躺两个地方。 嗯。 而且新皇家的地址,他也知道很清楚。 很可能。 不过我考虑,即使是他,也不止他一个人。 即使有人跟踪我们, 那我们也不会毫无察觉吧。 哎,反正我那边是没有发觉有人跟踪。 咱们不会怀疑的是夏季的, 可以停吧。 哎,是我。 啊,啊,迟记者,你好。 什么,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嗯,好吧。 哎,不过,来我家不合适。 他这么谨慎,就说明北山柳椒窑矿事故。 背景很深。 能和咱们见面,已经不简单了。 哎,老全,你干什么去? 哎,我听着你打电话了啊。 你别管那么多好不好? 我让你管了一辈子了。 啊,你和工作上的事儿啊,你少跟着参谎。 难道你还真愿意让我蹲监雨复兴,你去唱西洋红,扭眼歌。 我问我来。 我问你,是他出去了? 等你跟着呢? 我告诉你。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 你跟着呢? 我 adjustments by the way i 吗? 哈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有人跟着你们吗 别嫌我啰嗦 一开始有人跟着 后来就没了 我的时间不多 也不想请你们吃饭 有什么事 说吧 您是不是希望我们 对这次谈话要保密 应该这样 谢谢您 这说明呢 您对我们是信任的 别人没这么要求过 你们是党员吗 我是党员 个人有个人的情况吗 我是纪委书记 我和谁谈话 有可能引起误会 还是长话短说吧 你们 还想了解什么 我们只想请您呀 在这件事情上 给我们指出来 我们哪一点做的对 哪一点做的不对 你看行吗 你们今天晚上就要走 是吗 您怎么知道 我们不一定走 我们不一定走 你们来几天了 我们已经来了四五天了 我在西平干了这么多年了 在纪委书记这个职务上 也干了这些年了 可还没有你们这四天搞得这么深入 我可以给你们表个态 在这件事情啊 我内心是完全支持你们的 否则 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不过 我也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就走 因为你们能做的 都做了 林书记 想你呀 真的很想你 你不在呀 这市里的工作 还真有些记守 嗯 是 您说的对 林书记 你安排工作 总是那么及时 我完全同意关于整治小眉窑 消除安全隐患的工作 是应该立即进行 华市长也表态了 他一定要追查 追查到底 他会追查的 这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上午我们刚刚采访过几户人家 咱们下午一户都不见了 谁给他们通的消息 谁和西平矿 关系这么密切 我不知道 可是 我要提醒你们 西平矿的事 绝不是一个矿的事 你们要是弄不清楚这个 那 你们就会永远查不清楚 事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你们也弄不清楚 是在和谁作对 你们连和谁作对都不知道 你们能取胜吗 林书记的态度 您也知道 你该做些什么 该怎么做过 你也都清楚了 我清楚 您希望我们取胜了 希望 也不见得希望 也不见得希望 你们取胜了 甚至可以出大名 拍屁股走了 那剩下的事情 我们还要在这儿生活 我们走不了 老百姓走不了 听您这么说 我们 反而不应该这么做 这要看事态的发展 搞到什么程度 搞到什么范围 您不能直说吗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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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听了 听说 听说池记者和杨记者 要回省城了 乔哥 咱上次离开 就把人池记者 他们给坑苦了 那也什么办法 上回咱们要是 晚走一步 说明连咱们一块 都给抓起来了 这矿上什么事 都干得出来的 大白 大白 我还是担心 矿上 会不会又找到这儿来 这都啥事 我想 不认识吧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可你们就是不听 那矿上 惹不得 你们知道在矿上 护光队有多少人吗 有二百多人 这二百多人干啥吃的 白吃干饭的 这工资里多少 您了解的情况 也比我们多得多 我也知道 你肯定有为难之处 可是徐书记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上午我们刚刚见过的三户家属 第一户呢 就死了两个儿子 现在只剩下老两口 还有一户 只剩下两个大人 长期病倒在床上 剩下三个孩子 没人管 另外一户 就更惨 只剩下两个孩子 大的才六岁 小的四岁 我们在进去的时候 他们都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被赶到哪儿去了 徐书记 您刚才问我们 是不是党员 我是党员 您呢 您是党的纪委书记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谈 三个代表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徐书记 如果我们眼见到这种情况 都不去插手 那真的甭干了 你冲我说话 用不着这么咄咄逼人 用不着 你们认识林书记吗 不认识 等他回来以后 你们可以找他谈谈 林书记这个人 是从省里下来的 我观察了半年 可以确定这个人 是很正派 党性很强 只不过 在这里根底还浅啊 还没有完全站住脚 不过他是一把手啊 在现在这个体制下 只要一把手下了决心 事情总会推动的 你们推不动吗